以下视频将教您如影S的基础操作。 在使用如影S前,请安装好您的如影S,完成平衡调节。 关于平衡调节,请参考RONI S平衡调节教学视频。 短按手柄电源按键,开启手柄电池,再长按云台电源按键数秒。 听到第一声后,表示如影S已正确启动。 按模式切换按键,此时模式灯绿灯闪烁,相机朝向将被锁定。 双机模式切换按键,云台迅速回中。 三机模式切换按键,云台进入自拍模式。 四机模式切换按键,第四机按住不放,启动摇杆校准。 同时转动摇杆数圈后,重复启动校准动作,结束摇杆校准。 或20秒后,自动结束校准。 配置模式灯绿灯闪烁,表示正在校准。 绿灯常亮,表明校准成功。 同时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和M按键可进入自动校准。 短按M按键可在三套不同的配置三处中进行切换。 长按M按键进入运动模式,模式指示灯变为黄色。 该模式可用于高速的镜头跟踪。 左右推动摇杆,控制云台平一轴转动,上下控制云台抚养轴转动。 无需快速进入倒立模式,仅需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并倒置云台即可。 你也可以双击云台电源按键,以暂停电机,然后倒置云台,翻转云台横滚轴,使相机处于正立状态后。 在此双击电源按键开启电机即可开始拍摄。 横滚轴无线位设计还能实现360度的灵活拍摄。 首先进入Running App配置页面。 点击遥控设定中的通道设定。 将映射通道3设置为横滚轴,通道1和通道2设置为NA。 然后长按模式切换键后,水平握持如影S进入手电筒模式。 双击模式切换按键使云台回中。 此时,左右持续打杆,就能让云台在横滚轴方向连续旋转。 当你遇到任何疑问,都可以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